全台登革熱的病例數已經超過了兩萬兩千例 而光是在台南市就有一萬九千多例 而且因為暖冬的影響 疫情下降速度減緩 台南目前流行的病毒已第一型最多 不過繼歸人區之後 家裡區也驗出了第二型病毒 市府在家裡區設立擴大採檢站 要防堵交叉感染 引發重症 登革熱防治中心五號開始 不只在台南家裡區設置擴大採血站 同時也積極向社區的民眾宣導 戶外更是不斷的知青化學防治 主要就是近日家裡區本土確診個案 繼歸人之後也出現第二型的病毒 外界更擔心暖冬的影響 疫情是否會跨年 對此進駐台南將近兩個月的疾管署 副署長羅玉君表示 目前還是努力壓制疫情為止 這兩天看起來那個下降的比例又跟上週同期相比 有下降百分之十五到十六左右 只是說一般來講就是說只要有冷氣團 或者是含流的話都會大幅的減低這個問題的活動力 所以也不太會說真的有那個跨年到那個隔年的春天 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台南目前流行的病毒以第一型最多 但第二型發生在第一型的流行區域 會出現交叉感染 導致重症死亡風險提高 這星期開始 市府將快篩陽性確診區域限縮至十個熱區 非熱區則恢復PCR或血清抗體確診 那針對非流行區疑似個案 就會加強疫情調查 跟積極的介入防治 以掌握病毒型別的分布 目前全國確診案例 已經逼近二點二萬例 光臺南就佔了一萬九千例 上週新增勢力重症也都在臺南 另外有一名七十多歲女性死亡 至於臺南的登格勒前進應變工作隊 是否轉型或者解編 則會持續評估疫情的狀況來決定 記者文正恆 台南報導